宇宙自然是有终结的那一天 但是它会如何终结呢 这个答案没有比凯蒂·麦克更适合的人来告诉你了 因为这位天体物理学家请看他的介绍 宇宙灾难鉴赏家 既然宇宙的终结它就是个灾难 那还有谁会比一个灾难鉴赏家更适合来讲灾难的故事呢 说实话就算是冲着他的这个名头这本书 我也是一定要读的 好 那么我就来稍微给你剧透一下 书中总结了迄今为止人类预测的 关于宇宙可能出现的五种结局 它们分别是大坍缩 热计 大撕裂 真空衰变和大反弹了 我们分别来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大坍缩指的是 当在暗物质主导的宇宙膨胀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 它便再也绷不住了 于是宇宙就会快速坍缩成一个质量惊人的起点 热计指的是根据伤真定律 当宇宙的伤达到其最大知识 就代表全部的能量都已经转化为了热能 物质与温度达到了热平衡 从此宇宙中就再也不会出现任何的能量流动了 变成了一潭死水 大撕裂就正好跟大坍说相反 暗能量实在是太猛了 在不断地让宇宙加速膨胀之后 它将一切都撕裂了 将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撕裂成了粒子了 无限分解了 好 那真空衰变是啥呢 是指宇宙中的某处可能突然就蹦出来一个真空区 然后它就开始以无法遏制的光束向四周蔓延开去 并因此而吞掉了整个宇宙 那么最后大反弹指的是 因为宇宙本身单身自138亿年前的一颗致命起点 而这颗起点很有可能就是上一个宇宙坍缩后所形成的 既然上一个宇宙能够坍缩并反弹成我们今天的宇宙 那么未来我们今天的宇宙怎么就不能反弹成下一个宇宙呢 也许宇宙就是这么一个接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上场的 好 你会更喜欢哪个结局呢 不管怎么样 这本书呢 我都要推荐给你 万物的终结 你一定能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答案的